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是循环结构 我们先来看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 在疫情防控期间 小明同学外出反护 他主动申报并按照规定居家隔离 假如我们请计算机来记录隔离的天数 满14天以后通知小明可以解除隔离 我们如何用流程图来描述这个算法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算法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就是聚加隔离 当小明居家隔离了一天 计算机就记录一 小明又居家隔离了一天 计算机的记录也要加一天 也就是两天 小明再居家隔离一天 计算机的记录也再加一天 也就是三天 等到计算机记录的天数为14的时候 也就是隔离期满了 就可以通知小明解除隔离了 从这个流程图当中我们发现 当我们用顺序结构来描述的话 聚加隔离这个处理框要重复14次 比较繁琐 现在我们假设用变量i来表示天数 从回上海当天算起 累计满14天 所以i的范围就是1到14 我们来看流程图 从第一天开始记录 所以i等于1 判断i是否小于等于14 也就是未满14天 4的话 居家隔离 隔离了一天以后 隔离的天数要增加1 这里的i等于i加1 它的含义是 i在原来的数字上再加1 得到新的数字以后 重新复给i 然后返回到判断框 再次判断是否未满14天 如果是的话 那就继续聚加隔离 这个过程一直要重复14次 当i等于15 条件不成立了 这时候就直接跳到下面的输出框 输出解除隔离 从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变量i从1到14 在这个范围里面 反复要做的事情 就是聚加隔离 同时天数增加1 一直到隔离的天数 超过14天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 重复执行的过程 我们把这样一种经过条件判断 只要条件成立 Step可以重复执行 一直到条件不成立为止 这种结构我们称为循环结构 同学们肯定看出来了 在这个生活例子当中 我们把其中一部分需要反复执行的过程 改用循环结构来描述 它显然要比用顺习结构的描述 更加简洁明了 这里的变量 i它的作用是控制循环 也叫做循环变量 下面请同学们来说一说 左边这张图 是我们刚刚学习的循环结构 右边是我们前一阶段 学习过的分支结构 请大家仔细观察这两个结构 看看有哪些地方是相同的 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分支结构按照我们前一阶段的学习 它有判断 循环结构也有判断 分支结构它有一个路口 循环结构它实际上也只有一个路口 在分支结构中 经过判断以后 不管折行哪条分支 最终是要汇集到一个点 也就是一个出口 那么从循环结构来看 当循环条件不成立 它的流程线往下 不折行循环体 直接折行后续的流程 所以也是一个出口 这是它们相同的地方 都是一个路口 一个出口 它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分支结构根据条件判断 选择执行step1或者step2 2选1 然后往下折行后续的流程 而循环结构当条件成立时 执行完step以后 还要返回到判断框之上 再次判断条件 如果条件还是成立 那么还必须再次执行step 也就是step可能要执行多次 所以两者的执行过程还是有区别的 下面我们来练一练 我们先看一下问题 我们要设计一个算法 一次输出1到50中 每个整数的平方 用流程图来表示 我们来分析一下 50个整数中 每个数都要计算平方值 可以用循环结构来控制呀 我们假设i为循环变量 如果i的初始值设为1 那么循环的条件就是i小于等于50 下面请同学们准备好纸和笔 我们一起来画流程图吧 我们用i等于1 i小于等于50 i等于i加1 来保证循环折行50次 接下来要考虑 循环过程当中的输出 是循环变量i的平方吗 我们能直接写 输出i乘以i吗 答案是肯定能啊 因为这里的循环变量i 即是控制的循环可执行50次 同时它也能代表 1到50中的每个整数 可为三千两值啊 好 知道了什么是循环结构以后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如何控制循环结构的执行 老师把刚才输出1到50的所有整数的平方这个流程图 稍微改动了一下 把原来的i等于1改为i等于2 把原来的i等于i加1改为i等于i加2 请同学们想一想 改动后的循环会执行几次呢 输出的又将是什么数的平方呢 对了 这样一改 循环次数就变成25次了 因为i4变成了2 4 6 一直到50 这样输出的数也就变成了2到50中的所有偶数的平方数了 我们把i等于1称为循环的初始状态 i小于等于50称为循环条件 而输出整数的平方和i等于i加1这两个需要重复执行的步骤 我们称为循环体 这些都是控制循环结构执行的关键词 我们不难发现 它们在循环结构中 承担着整备好循环的控制变量 确定好参加循环的内容 以及决定循环何时结束的重任 我们在设计循环结构的时候 一定要加以关注 老师又把流程图改了一下 这一次是拿掉了i等于i加1 再请同学们想一想 这样的循环体执行几次 输出的又将是什么数的平方呢 这个循环结构一旦被执行 它就停不下来了 因为循环变量i初始状态为1 循环体中的i的值没有改变 所以循环条件i小于等于50 永远成立 我们也把这种循环结构叫做死循环 我们在设计循环结构的时候 可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哦 从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循环变量i控制了循环的直行 也起到了计数的作用 这里我们把i叫做计数器 计数器指的就是在算法执行过程当中 用来记录某种视线发生次数的变量 使用计数器变量 一定要先给它预制粗子 然后在算法执行过程当中 需要计数的时候再增加1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第三个问题 常见的循环结构有几种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小明家的旅行箱好久不用了 之前设置的箱子密码也已经记不清了 小明转动数字密码轮试了一次 结果密码不对 于是再转动数字密码轮再试 还不对 再转 再试 终于试成功了 把箱子打开了 这样的算法描述 试循环结构吗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把先判断再执行的循环 称为当性循环 把先则行后判断的循环 称为直道性循环 下面就请同学们说一说 当性循环和直道性循环 在循环执行的次数上有不同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主要还是看循环执行的过程 当性循环 因为是先判断后执行 所以如果遇到循环刚开始 条件就不成立 那么循环体就不被执行了 而直道性循环 是先则行后判断 所以不管条件是否满足 循环体至少执行一次 比如聚加隔离算法 如果循环初始值不是I等于1 而是I等于30 也就是说小民在家已经隔离30天了 所以循环条件一开始就不成立了 直接就输出解除隔离 因此循环体一次都没有执行 再看打开行李箱算法 尝试转动数值密码轮是一定要做的 当然如果运气特别好 一次就成功了 那么就不需要再继续试了 所以直道性循环 循环体至少执行一次 接下来我们再帮小生解决一个问题 社区开展了一个围棋三周的爱心捐款活动 每天都会收到不同金额的捐款 小生要帮社区设计一个程序 输入每天收到的捐款金额 自动统计三周的捐款金额的总数 我们能帮小生设计这个算法吗 我们来分析一下 每天累计捐款金额 是一项重复的工作 可以用循环结构来实现 用计数器i计数 循环条件为i小于等于21 假设用x来表示每天的捐款金额 变量s表示捐款金额的总数 那么怎么累计捐款金额呢 我们可以参考计数器i等于i加1的原理 也就是每天在原油的数字上再增加1 现在用s等于s加x 表示每天在原油的捐款金额的总数上 再增加当天的捐款金额x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画流程图 我们用计数器i来控制循环折行21次 在循环体中 每次需要输入当天的捐款金额x 有了当天的捐款金额x 我们用s等于s加x来累计捐款金额 s等于s加x表示每天在原油的捐款金额总数上 再加上当天的捐款金额x 然后把加好以后的数再存储到s变量中 并事先给s预置粗子为0 我们也把变量s称为累加器 那什么是累加器呢 累加器指的是在算法执行过程当中 用来生成并存储数据累加核的变量 累加器每次加的数值可能不同 在这个算法中 累加器s每次累加的就是当天的捐款金额x 与技术器一样 我们也要为累加器预制一个粗子 一般情况下 为0或者是有待累加的第一个数值 那么累加器和我们前面刚刚学过的技术器 有什么区别呢 它们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呢 首先 同学们很容易看出来 两者在预制粗子 和每次加的数字方面都有些不同 我们再从累加器和技术器的功能上看 累加器主要用于存储数据累加的核 而技术器呢 则主要用于记录事件发生的次数 好 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讨论了什么是循环结构 如何控制循环结构的执行 还有常见的两种循环结构 我们还学习了什么是技术器 什么是累加器 并了解了两者在算法设计当中的作用 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老师给同学们留了题目 请同学们思考 题目中有需要重复处理的问题吗 如何来设计这些算法呢 现在就可以开始你们的讨论了 第三个小小小小一 这些算法呢 比域少许许论了 那次回老师来说 前面 值得 再来 做 这四个小小小小小小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